公元222年8月,刘备在仪陵被东吴陆逊打败,蜀汉国立大检,223年3月,并入膏肓的刘备,将蜀汉托付给丞相诸葛亮,上书令李延,不久便死在了白帝城,诸葛亮先后派遣陈镇,邓之初使东吴,小义利害说服孙权,东吴和蜀汉两国重新缔结联盟。 225年,蜀汉经过两年多的修养生息国立大成,为了让自己北伐没有后顾之忧,诸葛亮亲自率军出征南中,平定蜀汉南方战乱,收服南蛮各族之心,并缴获了许多战略物资。 227年,诸葛亮上书出师表,然后带着赵云等将,率领大军进驻汉中,任命汉中派手魏延为丞相府司马,开始操练三军,等待时机,为北伐曹魏做准备。 228年,诸葛亮派遣镇东将军赵云,杨武将军邓之率领一支宜兵,由斜谷到北上,杨公卫国没成,吸引卫军的注意力。 诸葛亮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,向祁山进军,由于魏国毫无防备,拢幼的南安,天水和安定三军无力抵抗,听闻诸葛亮率军杀来,天水,南安太守契城向东逃窜,魏国天水守将江维,梁旭,银赏,上官庸等人向诸葛亮投降。 请客间,南安,天水,安定三军投降诸葛亮,远在洛阳的魏明帝曹锐亲率大军坐镇掌安,派遣大将军曹真率军前往梅县抵御赵云,派遣张和率军抵挡诸葛亮,张和率军直取蜀军的咽喉要道接庭,诸葛亮令马素率领一军前往接庭把守,又派王平给马素做副将,军制接庭。 马素不遵循出兵前诸葛亮安排的部署,不听从副将王平的劝说,不再当道险要之处下斩,执意将大军屯兵于孤山上,张和率军将孤山团团围住切断水源,蜀军因缺水导致内乱,马素弃军而逃,张和城市大败蜀军,王平率领千人类想战鼓把守迎战,张和怀疑有伏兵不敢追击, 于是王平收拢败兵,率军撤退,接庭失守,曹魏的大军可以源源不断地开往隆右,这让诸葛亮平定隆右的计划就此失败。